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广州并与此地的地方大远 富商以及他们的家眷有接触 广州来自富贵家庭的女子 穿白衣的三位老者不为咸丰帝扶桑 1861年8月 咸丰帝在承德避暑山庄驾崩 全国军民都要为其扶桑 自皇帝驾崩之日起 本武官员及所有百姓一百天之内不准坐了 此十九天内不准屠宰 一个月内禁止嫁娶 地方官的全家福 展开全文咸丰帝驾崩后 同志地继位 大权由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掌握 实际上慈禧一手折天 此时 天朝上国的迷梦已经骤然破碎 清朝进入了洋乌运动时期 开启了时以长计以置疑的探索 穿着崭新衣服的青年 照片中出现的人物都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但他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 这意味着什么 还没有意识到 一场三千年未有的变局正在展开 公亲王一夕 两江总部曾国藩 江苏巡抚李鸿章等先进分子 开始了购买 广造西方尖传力炮的实践 提出了求富求强的口号 广州的地方大员与家人合影 从这些照片来看 米尔哥米勒 罗西耶等西方摄影师 与广州的地方大员等上层人士有密切交往 甚至被邀请进入家庭做客并拍照 广州地方大员的家眷 这一组家具看上去 真是豪华 带凤冠 穿补服的告命夫人 很显然 这位衣着精美的妇女 是地方大员的妻子 已被朝廷赤锋为告命夫人 她群下的三寸金莲特别引人关注 真是小到极致啊 小边有个疑问 她能稳稳地站起来吗 广州衙门里的师爷 师爷就是总督 群府这些地方大员自己雇佣的幕僚 他们不是朝廷任命的 其酬劳也由地方大员负责发放 这些人一般有 落榜的举人 秀采来担任 为地方官出谋划策 帮助和辅佐处理政务 广州两位买办 买办是西方商人的中国做生意的产物 他们受雇于外商 并协助其在中国进行贸易活动 晚清时期 买办推动了洋务运动 有正面作用 同时 他们也会成为列强进行经济侵略的帮凶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